詞曲 李宗盛 酸化的意思是我們通常會斜動 H症 斜動的意思是有酸 一開始不是這樣寫的 這樣寫 你什麼都寫不到 什麼一開始這樣寫 一開始我真的假裝 好聰明 我背了 我識一下識 箭嘴 這樣就死了 馬上掛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條色最後是很複雜的 不是就這樣寫出來的 那要寫什麼呢 要寫半方程先的 就是這把這些 這裡撿一條 這裡撿一條 兩條加起來這樣做的 OK 首先 哎呀哎呀 我不知道究竟NA症反應 應該是SO32負反軟 對 誰反應 如果NA症反應會出一塊臘 一倒兩隻液體 倒一出一塊臘 有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的 哥哥 哎呀 我不知道究竟NA症反應 應該是在旁邊這個反應 如果NA症反應會出什麼 出一塊甲 有沒有可能 嗯 不知道就行了 到時候考試 戀鬼又寫 又出一塊甲 又出一塊臘 你這麼 行了 別說無聊 OK 來了 SO32負 好 反應會出什麼 反應會出什麼 我們現在講的 跟上課的一模一樣 再重複 所以我們法學的精髓就是 重複重複又重複 下一句就是超勁 超勁又超勁 可以啊 真的超勁了 出什麼 SO42負 好 養化嘛 多一樣 跟著 我們上課課 先加水 加酸 加電子 每次的步驟一定是這樣做的 嗯 OK 大家 這裡三個屋 這裡四個屋 水加哪裡 這裡三個屋 這裡四個屋 水加哪裡 左還是右 嗯 每個水有一個樣 這裡三個樣 這裡四個樣 嗯 左邊對 加幾個 一個 一個對 那就認識了 上課不翻也認識 嗯 跟著 這裡兩個H 這裡沒有H 所以右邊要加 兩個酸 最後數電荷 經常都數錯的 電荷很開心的 這個負二加這個零 就是負二 整個東西負二 加零 整個東西 負二加兩個 正一 零 零同二 相差兩粒 便自己加呢 這邊 嗯 那兩邊都負二 可以嗎 啊 啊 不對啊 如果你加錯了 你加了這邊 那就解釋一下 你數一下 負二正二零 負二負二負四 怎會一樣呢 可以嗎 但你整天會數錯的 最後的電子 好這題搞定 半方程 好 接著 紫色那個 MNO4 對 照寫 下面有位 你看到那裡 OK MNO4 是負二負 變幻 萬 哎呀萬是正幾 好像很厲害 實際上 也有少少厲害 OK 之前說過了 總方程 那怎樣寫 不行 這個放兩粒電子 這個 拿五粒電子 那電子數目 是一樣的 所以上面條色要乘大 二和五 上面乘大 五倍 下面乘大 兩倍 那大家都變成十粒電子 嗯 那如果左邊有十粒電子 右邊有十粒電子 就要減了 不用寫出來 聽不聽明白 一會兒電子不用寫 那來吧 照抄吧 五粒電子 五粒電子 加五粒電子 加五粒電子 不夠位 就寫上下 加這個 十六粒電子 兜東西變了 五粒電子 哇 真是豪大 這條工程 兩粒電子 你照抄就可以了 當自己影印機 是照抄 對 好 好 這裏有五個水 這裏有八個水 要選擇 右邊有三個水 十個酸 十個酸 要選擇這裏六個酸 好 那最後 我檢查一下自己適合還是錯 有個方法 就是我可以數第一 可以數電殼 如果左邊的電殼 等於右邊的電殼 一定是等於的 那我肯定是對的 我數一下電殼 來囉 五二得一十 負十 是不是 負二 是不是 正六 是不是 加上多少 負六 負六 右邊呢 五二得十 負十 二餘四 正四 YES 那我肯定是對的 在這麼複雜的計算之下 最後竟然是對 就肯定是對的了 或者數個樣 O的數目 有幾個O 現在左邊 五三 一十五 二四 一八 有二十三個O 右邊呢 五四中二十 三 那就要叫YES 肯定 搞完這麼多 你竟然都一樣的話 就肯定你沒有計錯了 難不難 總有一個是不反應的 你說我怎麼知道 憑常識推斷 沒有理由 那個蠟會出夠金屬甲 沒有理由會出夠甲 還有這些 如果你背得熟 這個表呢 背得熟呢 根本就在這裡 常見 就是這個反應 這個反應 接著 是 記頭尾 SO32負出 SO42負加水 加酸 加電子 MNO4負出 MA2症 加水 加酸 加電子 最後數到電子數目一樣 成大倍數 有東西要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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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其實已經 停筆了 我最後檢查 我可以不檢查 OK吧 完成了嗎 酸呢 其實加了都沒有反應 這個就是你的方程中 要那些酸 那八個酸 這樣加R酸 哇 好神奇啊 喂 講開講 好 好 對下 假設你很熟 那你寫了這些名字 都沒有用的 一定要想半方程 是否 SO32負 跟剛才的顏色一樣 表演給你看 千萬不要債我 哇 為什麼寫得這麼快呢 因為我很熟 為什麼不說一次 跟剛才一樣的 對嗎 OK 這個要 這個要 這個要寫錯的 CR是正幾個 3正 就算你知道 也是錯的 因為你不記得寫個2 是有兩個CR的 7個O 要加多少個水啊 7個水 7個水 有多少酸啊 對嗎 最後 不正正負負 又是經常數錯的 整個東西負2 整個東西正14 加了多少 正12 2個3正 2個3正 所以電子加左邊加6顆 來這裡 可以嗎 可以嗎 最後 最後 可見變化 怎麼寫啊 什麼色變什麼色啊 沒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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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獨是這個 所以就橙色變 綠色 綠色 融液由橙變綠 這些你一早背了 這些你一早背了 上次那個考試 死逼你寫就是這個意思 養化劑抽一條色 還原劑抽一條色 然後看著電子成大倍數 加上去就是答案的了 好 好 做完這三題 然後剔造 然後給你混 好 鐵3 例如劉酸 先是鐵2 例如劉酸鐵2 跟著又是高猛酸甲 記住是寫半方程 不是這樣 跟著就箭嘴出什麼 寫不到的 好 來吧 鐵2正SO42負負負 誰反應啊 不是 這個也不是劉酸 上頭說過這個是礦泉水 不會出二氧化劑 對呀 這個沒有反應的 說一次 龍流酸 它反應會出SO2 但是龍流酸就不是SO42負 這個是強水 這個是礦泉水 這個寫不到方程的 可以嗎 鐵2會變鐵3 要不需要加水加酸加電子 不用加水 因為都沒有O 電子加右邊 那就兩邊正義 可以吧 可以 這條色是剛才做過的 你看到我都去到某些層次是背的 都不是寫的 做過那麼多次了 上面條色成大幾倍呀 加上文答案 可以嗎 好 好 但是寫可見變化的時候 有些少少巧妙 那這個淺綠色 這個紫色 究竟我開頭寫淺綠還是寫紫呢 明白嗎 不是 那就視乎你講哪個 你講主語 如果我要講鐵2 我就說好像答案題目一樣 鐵2 淺綠的鐵2 會變成 變成中式 不用寫加日什麼 如果我想個 主角是高曼酸甲 我就說 紫色的高曼酸甲 變成中式 明白嗎 明白嗎 是 你寫兩個都可以 但一定會寫上主角 對 看吧 這個是鐵2 那我加高曼酸甲 現在就淺綠色變成中式 現在反過來 你紫色那個放下面 鐵2加下去 就是紫色變成中式 中中的 啡啡啡